接着看到就是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前往了苗栗县怨礼镇造势 苗栗第一以及第二选区的立委候选人 康世民、曾文学也同台 那么肖美琴是细数了过去从政经验 也喊话有自信和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一起带领台湾前进 美德于台湾 美德于台湾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现身苗栗愿礼造实拉票 这一次我们未来的总统赖清德 邀请美琴从美国回到台湾 来为台湾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他知道我有多年的历练 而且我很多的历练也是独一无二的 细数过去的从政经历 具有丰富经验 也强调带领台湾前进 这样在这里要拜托各位乡亲 支持我们在地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康老师 我们的曾文学 支持肖美琴 支持赖清德 我们未来最温暖坚定的赖清德总统 同时我们的政党票 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民主进步党 苗栗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康世民 也拉票肯脱 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曾文学 再喊翻转苗栗 所以这一次如果我们有机会 山海线翻转 这是台湾民主史上立法委员选区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要拜托我们所有海线的乡亲 苗栗就只有两个选区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 三线的亲朋好友 拜托大家帮市民雇票 帮市民拉票之外 也拜托大家打个电话 传个讯息 告诉您三线的亲朋好友 推荐曾文学给大家 苗栗县一项被视为绿营的艰困选区 这一次再度使出权力 立平翻转